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Matters流动课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移民和背后的跨国问题 在上一节的最后我们提到了雅铃式家庭以及一种候鸟式的迁徙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跨国流动 那么跨国的流动和国际的流动有什么区别 跨国流动群体又有哪些特征 他们的生活是依赖怎样一套机制建立起来的呢 有请向彪老师 大家可以考虑一个概念 我就叫跨国性 跨国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跟国际是一回事 其实它的意思是非常不一样的 国际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和另外一个国之间的关系 是国际关系 那么一个国和另外一个国之间的社会交往 如果是一个国际性的交往 那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之间的交往 是由这两个主权国家来界定 来协调 来管理 跨国的意思是说 它超出了国际这个逻辑 它在人不断的来回流动过程当中 它形成了一个几乎是自为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 它同时就像亚林一样 有两头在两个或者甚至多个主权国家之内 对吧 然后它这些互相连接形成一个空间 就没有一个单独的主权国家 可以对这一个空间进行直接的管制 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就为什么叫跨国公司呢 因为它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有它的这个生产机构 在不同的国家有它的销售渠道 甚至有它的财务管理的能力 所以它这里发生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关系 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国家运到另外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它是跨国性的一个生产销售和资本运营的一个循环 早发早疑这个群体可以认为是一个跨典型的一个跨国流动 跨国流动的群体 因为它的行为不能够就是直接的被某一个主权国家所控制 然后它也不直接归属于某一个的这个社会 所以在这里就是有一些可以认为是看似比较矛盾的现象 那么早发早疑它在一方面它会非常重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比方说买房子 然后拿到绿卡 这些法律证件 它是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跟那个本地社会 它可能就是完全就没有兴趣去融入那个本地社会 因为它觉得它真正的生活会是在刚才讲到还是会在中国 虽然它在中国它的法律身份就是已经变得比较稀薄了 但是它的真正的心 就是说让它身心放松的环境是在这里 然后呢 让它感到有财产安全 有未来的地方呢 又是一个它其实是不是很自然的属于的那个地方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割裂的状态 那这样的群体当然数量不是特别多 也不可能特别多 这是因为这个流入国家不可能把这个放的太宽 但它确实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 就是在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 那现在正式的这个行动者管理者还是这些主权国家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这个层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有这样的一个跨国的这个循环体的出现 那今后这个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去协调 这两个怎么样去链接它 然后当然这一批我们今后它这个跨国的孩子成长以后 他们会是怎么样想自己的认同问题 他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世界 这也会是另外一个就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未来的问题 所以跨国的这个生活状态 看似是一个非常无形的非常流动的 非常所以像云彩在空中飘移的生活方式 这个当然从那个远距离看是这个样子 但你要看到事实上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也是一个里面需要大量具体的操作 那那个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我们迁移 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 国际迁移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也就是中大量中介的崛起 早发早鱼的人几乎所有的 反正根据我的这个现在有限的调查 几乎所有的人他靠的都是要中介 这些人他的教育水平不低 他又有钱 他为什么但这个虽然他有钱 但其实中介要价还是相当高的 你要去去移民的话 他为什么需要中介的帮忙 就是因为这个要塑造出这么一个跨国流动的过程 其实在手续上是非常麻烦的 比如说去美国这个移民的话 做投资移民 你要需要所有这些年的这个税务证明 当然你还有你的这个关于你经营合法性的证明 不要说你的财产证明了 然后其他各种各样的文件 如果你有家庭移民的话 你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啊 这样等等 在那里购买房产啊 这样等等 所以他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操作 那么中介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给你打包 给你打包 然后你在这个有了中介的介入之后 其实你的这个流动就不太像流动 而是说只是从一个点蹦到了另外一个点 对 讲到这个中介我们呃就是在早发早移的这个投资移民里面 中介很重要 那其实中介呢在其他的移民案例里面也同样的重要 呃其实比这个早发早移这个案例更令人呃惊讶的一个例子 其实这是这个留学移民就学生移民 留学我们知道这又是一个近了近年来全球性的一个现象 就各个大学都要在招国际的学生啊 呃那中国招国际学生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大学的国际性程度 提高他的知名度 那么在发达国家那大学招国际学生主要是为了这个你的钱 未来收你的学费所以各个大学都是非常积极的要招呃国际学生 他会把你的这个呃招生的简章招生的规则定的尽量的清晰 然后放在网页的首页 然后你这些留学生呢 当然虽然英语不一定很好 但基本上读懂这些呃招生简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更这个在呃网络上搜寻就更没有问题问题了 你为什么还要留学中介 留学中介在这里 他不仅是说给你填几张表 但这个手续当然也比较复杂 就银行证明这些等等 他有一定的这个呃技术的复杂性在那里 但更重要的说留学中介是给你提供一些策划 让提供一些考虑哪个学校对你比较好 嗯 然后说哪个城市对你比较好 然后留学中介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是维持这个全球大学之间的一种呃不平等的关系 或者它的一个等级的关系 嗯 如果你的成绩好 你又一定的有又有钱 你可以去哪一例的大学 如果你的成绩不太好 钱又不太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去哪一例的大学 嗯 所以留学中介它是帮助你做这样的跨国的流动 但这个流动并不再挑战 根本不再挑战既定的结构关系 根本不再挑战既定的不平等关系 而相反 它正是要在这样的流动过程当中 强化 哪一类的大学是好的 更有吸引力的 所以你更需要去投资 那为什么要去投资呢 因为你跟 到了那个大学拿了一张文凭以后 你就有更高的这个文 我们叫它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 这个是一个文凭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是有比较严密的社会学的证明的 就是说你到一个大学之后 学习到最后 真正给你价值的确实是那个文凭 就是那个象征 因为你究竟学了什么东西 跟你今后的这个就业 关系是不太大的 但是你有了那个文凭之后 这个社会 这个公众 或者说你找工作的时候 那个雇主 他会根据你所具有的那个象征 去做大致的推断 他觉得你既然能够有能力到那个大学去 然后在那个大学混了4年 不管学到没有学到 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的话 你还能混下4年拿到这个文凭 那说明你是有基本的能够继续混下去 在那公司继续混下去的能力了 这个是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Michael Spencer 他或诺贝尔讲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 证明出的这个文凭的这个社会含义是什么 那这个文凭如果要具有这样的社会含义 如果所有的文凭都具有一定的这样的含金量 这个市场是这个游戏是玩不下去的 为了让这个游戏玩得下去 不同的文凭必须要有不同的含金量 所以它的要不同的标价 那这个标价的秩序怎么形成 怎么去维持 然后让大家去投资 然后又让大家这个投资回到一定的 就是比较合理的预期的回报 这是留学中介要做的一个工作 可能是你在留学的时候没有直接体会到 但是从长期的看从结构意义上看 这个是为什么留学中介发展越来越火的原因 前面讲到就是说很多这个大学是欢迎留学生 但是很多大学现在也是把这个招生工作 其实外直接外包给留学中介 他不直接接收这个 这其实是一些比较好的大学 特别在亚洲 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就是说你直接去申请的话 他不接受 他就把这个比如中国地区的招生委托给几个中介 为什么这样呢 他也不是为了省工作 因为他觉得这个中介是真正知道中国市场 他的高考规则 他当地的这个中学哪几个好哪几个不好 从大学的角度 他也是想通过中介保证所谓生源质量 从而保证自己大学的这个声望 从而保证自己文凭的含金量 看起来都是说质量很重要 但这个质量背后是他要的是那个最后那个 象征的那个符号 就这个文凭这个符号的这个含金量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明也是还有一种流动形态 那里就是这个中介同样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这个低层次的劳工流动 低层次的非技术劳工流动 特别在我们中国在亚洲地区 比方说中国劳工流向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过程当中 他们现在是越来越靠中介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在这个 早已早发阶段 从广东福建流出来的很多是这个通过非法手段 其实从1990年代后期 特别是2000年以后 这个非法移民的趋势其实得到明显的遏制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这个技术发展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护照都是机器可读的 是非常难以伪造的 然后你不管是出关还是入关 现在的边境的控制的技术 是比以前要高超多了 然后同时呢 就是很少人再愿意就做个小山板 想想上着能够横渡整个太平洋 然后就冲入这个纽约 这个人们也不愿意就是拿生命当赌注 做那样的简单的一个非法的偷渡 所以他那个非法偷渡这个是遏制的 所以移民就是这个低层次的移民 现在是越来越受控制 但同时呢 他确实他的这个合法性是越来越强的 那这个合法性他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里就中介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要看他这个低技术 劳工移民从中国移到另外一个亚洲国家 他真正的过程不是一个移民 也不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他的真正的 我叫他是一个叫劳动移植的过程 就是他在你移动之前 你去哪个公司 在哪个地方 你住哪个宿舍都事先都已经决定好了 这个显然是通过中介事先安排的 然后你的流动过程呢 就像就你就像一个萝卜一样 从那个你家乡这个坑被你拔起来 然后直接几个小时之后 把你就摁到在那个流入国的那个坑里头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 即使你生活的那个坑那宿舍 也是你工作的那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点对点 高度精确的非常有效的劳动移植过程 这个也是中介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回顾起来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跨国和国际的流动 跨国这个概念和这个国际这个概念的区别 跨国的意思是说 它形成了一个自为的一个空间 跨越这个国家的边界 但这个并不意味着 这个国这个本身 它就是一个没有结构的 是一个为就像那个非常高度弹性的 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他那个跨国的过程 其实是有中介非常细致的构造出来的 在这个比方说在对这个低端的这个 劳动力流动来讲 它的这个跨国空间里面 它是基本上没有自主性的 它是一个被动的被移动 它这个跨国过程 其实是中介附加给它 或者说它甚至有的时候是强加给它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 高层次的这个投资移民里面 它当然有一定的自主性 就是决定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回 这个是它可以决定 但是它的整个过程 就是这个手续啊 这些打包也都是靠这个中介形成的 所以中介在这里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 其实很要害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中介是把这个流动性 和结构性结合在了一起 今天的世界全球社会 并不是说已经失去了结构 并不是说它原来的那个 等级那种不平等 因为流动而被打碎或者被消解 没有 根本没有 我们知道它其实更大的程度在强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 结构好像是一个非常静态的死成城的东西 像房子一样 那这样的结构 是怎么会在这高速的流动过程当中被强化的 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中介 那么这个中介的 从数量上看 从规模上看 这样大规模的增长 正是因为流动在高速增长 同时这个不平等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强化 所以跨国确实是对国际那种关系的一个挑战 但它并不意味着对原来那个更深层次的这个不平等关系的一种取代 感谢观看